Hello,如果人工智能找到了上帝,那么可能人类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如果这种假设去掉。 好,当人工智能AI开始寻找上帝的时候,它可能不适用我们人类的思维模式去找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再试一下,看这一段程序它在做什么。 以后呢,很可能有一万种让AI去找上帝的方法,或者是这一万种方法的任何一种组合,或者很多种组合。 因此这个方法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最终是程序员才写这些东西。 一些人会说,等到AI开始找上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自己写程序了。 也许吧,可能是那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在做什么。第一呢,我们让它一步一步的把它的工作给我们看一下。 第一,让它给我们show link,告诉我们它正在搜索哪些链接。链接给我们看了之后呢,它就会数值化这个从这个链接拿到的文本,并且给出一个数字。 叫做score吧,Digital。然后,我们决定是不是让它继续下去。 OK,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步骤,三个步骤。 让它每一步给我们看一下它在找什么。 然后,它如何打分的,我们最后再解释一下。 最后,我们让它走下一步。 OK,就是这样。 把它调入运行。 这个名字叫做prevar,因为我希望它准备一些变量,prepare variables。 这样呢,我们可以去检查这些变量。 好,希望网络正常。 也就是说,当人工智能开始找上帝的时候,它完全没有必要去依照人类的逻辑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当他找到上帝的时候,人类可能就需要放弃自己的逻辑。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逻辑去理解人工智能的上帝。 OK,看它第一个在哪里找。 好,这是把那个网页的内容变化里显示出来的情况。 If it's all about the religion, what to do, what to say, what to wear on a Sunday, all about the perfection, black and... 这是一首诗,这是一首英文诗。 好了,看一下,他给出的成绩,我们去掉前面的零之后是4.516,四分。 好吧,继续。 人工智能为什么会给他四分呢? 下面,We can't find God,我们找不到上帝。 任何想要寻找上帝的人,迟早都会发现,这句话的意思是,迟早都会发现上帝是不可知的,unknowable。 但是,one can love God intimately,despite God's ultimate unknowableness。 尽管上帝是不可知的,人们还是可以爱上帝。 也就是说,如果人工智能找到一个不符合人类逻辑的上帝,仍然可以这样做。 OK,下一个,这一个是4.56,好,继续。 跟川普总统有关。 A recap of Mueller's report,啊,就是讲川普的竞选当中的一些调查,竟然得了6.13分,好吧,跟川普有关的宗教问题,得到了更高的成绩。 The holocaust 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disturbing theological dilemma of the 20th century。 那个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在二战中的事件,是上个世纪最大的难题。 接着看一看。 这一次大屠杀在许多生存者的心灵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OK,OK。 对,竟然是给了7.12分,继续。 The Bible says,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will gi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正好像是圣经上的话。 就是说,上帝非常爱这个世界,他把他的孩子送来,就是耶稣。 耶稣说,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abundantly. 一个充满了意义的生命。 耶稣说,他到来就是为了让人们得到一个充满意义的生命。 OK, 4.78分。 比不过川普总统,也比不过Holocaust。 下一个, 最后一个。 Lately, I have had more interaction with the agnostic atheists, and people who have mostly gave up on faith. 后来我和这些人,这些无神论的人, 放弃了信仰的人,有过交往。 这是biblical precedent for how to prove God is real to us. 这就是怎样向无神论者证明上帝存在。 Quick story. I was talking to a friend recently. 我和一个无神论的人最近聊天。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OK,OK。 好了,我们退出。 这就是现在这一个愚蠢的小程序。 他在网络上搜索上帝并且给出成绩。 人们会说,这个太愚蠢了, 这不是寻找上帝的正确方法。 这只是在演示其中的一个程序。 因为最终,如果人工智能开始寻找上帝的话, 他会用很多很多种的算法, 很多很多种的方法。 他可以有这个supervised, unsupervised, 不同的受监控的和不受监控的算法, 符合一个人的理解能力的算法, 和不符合一个人的理解能力的算法。 他可以使用神经网络, 他可以使用集中式的算法, 他可以使用分布式的算法,各种算法。 但是,不出意料的是, 他们都会是某一种算法, 还有这些组合。 而且,因为是AI在寻找, 所以他不一定是遵守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模式的。 那么这三个事情就是, 第一,他把自己搜索到内容给我们看一下, 第二,他就给一个成绩, 接着进入下一步, 这样不断地来。 他怎样打分的呢? 人们会说, 这个打分的方法也太太太什么了。 他只是用了一个那个, 单词的出现频率方面的一些计算的方式, 来给出这个分数。 但是,他完全可以用其他任何一种方式来打分。 我们给他的训练材料, 仍然是从这个news group拿来的一些训练材料。 主要是在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和空间科学方面的一些资料。 我们以后可以用不同的素材去给他做训练材料, 让他来打分, 然后变成一个向量, 变成一个vector。 接着这个vector, 要是我们给他做一些计算, 得到最后的这个成绩。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OK, 简单地说, 也许人们不相信, 人工智能找到的上帝是符合逻辑的, 可是当人工智能可以修改你的账号的时候, 他就获得力量, 把人们送到人工智能的教堂里面去, 对不对? 那个时候他的力量就非常的强大。 就是这样。 好吧, 就到这里, 我相信这个程序是非常简单的。 好, 就到这里, 谢谢, 拜拜。